接下來由黃盛凱主播 來舉圈或渣啦 好 曾鑽仔請出題 台南是美食之都 連不起眼的小店 都可能藏著驚人好吃的美食 根據台南旅遊網的公告 到台南必吃的美食小吃 有哪些呢 請搶答 冰豪 就是我很常吃那個 鱔魚意麵 就是看到那個老闆 就是叼著煙這樣炒 鍋氣很搭 對 很好吃 鱔魚意麵 那他叼著煙 會不會煙會掉進去啊 那是特色 對 不要說 他這樣子 他就掉了 媽想好好吃 很好吃 為什麼好夾呢 對 來 對我錯 對 鱔魚意麵有名 來 請加三千 我上次還介紹一個阿嬤 她會跳舞 對 邊煮邊跳舞 因為她之前變拍網紅 後來我們就去採訪她 她就真的在那邊炒 又在跳舞 炒意麵 很好吃 我之前有到朋友家 去幫忙鯊魚 所以台南最有名是 絲木魚 絲木魚 對我說 對 有的 請加三千 絲木魚就是正成功問她 這什麼魚 是這樣子來的嗎 對 絲木魚 確定嗎 好吃 你覺得那個 正國公 你覺得這個要叫什麼魚 很好吃 這什麼魚 絲木魚 然後就要變絲木魚了 不要亂講 真的耶 要觀眾真的相信耶 這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啦 就像天母 聽不聽不就變天母 聽不也是喔 沒有外國人啊 外國人 真的 外國人這是什麼 她說聽不聽不 就是天母 來加三千 加好了 陳趙宇 趙宇 我知道 因為我是窮學生 所以我都吃巷口美食 就是蛋仔麵 對 有的 請加三千 體溫 我想到的是鹹粥 就是台南鹹粥 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比較像是飯泡水 跟一般我們吃到的那種 比較像地瓜粥的那種粥不太一樣 那裡面好像都是海鮮比較多對不對 對 有加絲木魚的 絲木魚 蚵仔的 對 還有油蔥 都有 來 三千 好 好 終於 剛剛忘記介紹到 就是我跟俊宏創辦的這個戰隊 就叫牛肉湯戰隊 所以我想 台南一定要喝牛肉湯 牛肉湯 對 有的 而且他們當早餐吃 早餐就在吃湯 幸福 早餐才要吃 你是胃暖暖的 那個湯淋上去而已 不用煮 紅紅的牛肉湯這樣淋上去 不會太重嗎 請加三千 好 俊宏 好 在台南的五菲廟附近有一家 我很喜歡的是杏仁豆腐 有 超嫩的 請加三千 明景 現在天氣這麼熱 我們應該吃飽飯都要吃一點水果 那台南有一個很有特色的食物 是薑汁番茄 薑汁番茄對或錯 對 有 請加三千 刀魚 剩最後一個答案 OK 我要講的這個還蠻特別的 地點要在棺材裡面吃 就是台南的棺材板 棺材板 對 最后錯 沒有 怎麼可能 沒有以前啦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可能比較沒有這麼流行的棺材板 對 以前台南講到棺材板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講到這個流美食 可能他已經被很多美食取代掉了 對 有可能 還有一個 新聞 那我想到了是還有另外一種小吃叫做 碗粿 台南的碗粿特別好吃 台南的碗粿對或錯 對 有 請加三千 搶完囉 對 有補充的嗎 老師 其實CNN它今天有一篇報導 就列出全球最值得去的24個城市 那台南這麼多城市裡面他就列了台南在裡面 哇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他真的美食太多了 對 那今天有發生一個事情 那台南美食到底多好吃呢 今年有一個理性男子 他四年來偷竊偷了30多次 他偷的就是在偷台南小吃 蛤 對 他就是會看到有人那個機車停在路邊 然後上面有小吃 然後旁邊沒有人他就把他偷走 四年來偷了30多次 然後他最後落網的時候非常剛好就是因為 偷了牛肉湯 哦 對 可是這個怎麼判呢 他最後只被判G10天 好 那我們宣布他們現在的獎金 好 親吻12000 冬毅9000 俊鴻18000 民警12000 昭瑜9000 接下來進行下一回合 贏者全拿 接下來進行贏者全拿 請講規則 好 這一回合呢 同時做到AB兩個選項 答對的話 累積獎金 一個人代表1000元 答錯的話 此輪就淘汰 那每一輪最後剩下的那位 可以把帳戶裡面累積的金額 全部灌在自己的帳戶裡面 贏者全拿 來 進行三輪第一輪請出題 成功大學是台南區第一學府 請問他為什麼會命名為成功 A 紀念正成功 B 蔣介石希望學生成功 請作答 這題還有分 這題還有不一樣的答案 葉東益 印象中台南有很多 關於正成功的故事嘛 對 所以我覺得 應該會跟正成功比較有關係 請問 我也是想到跟正成功比較有關的 那選擇那個 林明儆妳選擇B 為何 有點逆向思考 對 因為 國立成功大學後來 就是幾位總統過去的時候 有留了幾句名言假句 那我就想說那可能 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大家想正成功跟台南有 逆不可分 所以也很順理成章就是成功大學 然後太合理了 他們就想選另外一個 對 那妳說在台南有成功我知道 可是台北為什麼有個成功高 可能成功這個名詞吧 是不是 對啊 來 請 請公布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是 A 紀念正成功 194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 台灣省立工學院院長王時安 就請那個時候的台灣省主席 魏道明說 你幫我們這個學校命個名吧 但是因為期間有很多環境因素 十年了還不知道該叫什麼 所以呢 1956年改制為 台灣省立成功大學 以成功為名 紀念 顏平俊王正成功開台之功 要不然之前一直叫 台灣省立工學院 對 一直在想說到底要叫什麼 來 兩位請休息一下 要三千 接下來的題請出題 鸚鵡鵡也會吃土 請問 鸚鵡吃土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A 辨別環境氣味 B 補充微量元素 請作答 好 像雞會吃砂石是因為它消化 為了消化 鱷魚也會吞石頭 去消化 因為它沒有消化系統 那會不會是像羊到山壁上一直 為什麼到山壁上 為什麼 給那個鹽巴 啊 增加一些 對 那山壁上有鹽巴 所以它你看它怎麼俊效它都怎麼站 對 那會不會是補充微量元素 我想說鸚鵡它可能需要補充 就像航長說的 需要補充微量元素是在土裡面的 對 那辨別環境氣味 如果我是鸚鵡 可能用吻的 嗯 有道理有 有鼻子嗎 但是我們的理論 剛剛也被打槍了對不對 對 容穎 我知道狗會去吻它的地盤 對 去吻氣味 那我想 也許鸚鵡它的 舊絕沒有狗來的靈命 所以有可能透過這種方式去 有它的領地意識 哦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第一 補充微量元素 因為熱帶羽林地區 因為對流旺盛 降雨豐富 其實水溶性的礦物質 快速的流失 所以羽林地區的動植物 就沒有一些像甲啊 鈉啊 鈣啊 莓這些微量元素 那想想看嘛 鸚鵡沒有辦法從植物中 吃到這些 因為它們都被充刷掉了 所以它就只好到斷崖啊 或是河岸邊 然後趕快吃當地的土壤 然後補足它身體 所缺乏的微量元素 所以在家裡養的 可能要給它吃什麼扇唇 歐里巴米 這種保養 對 自己養的寵物 身體好 補充微量元素 對 加1000